发布的时候也是1万多 现在4000多块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众所周知 华像美的手机很便宜 但更香的其实是电脑 就拿这台16年的messbook pro来说 想当年也是笔记本的天花板 16加512大内存 售价15000多 可如今在二手机市场4000多就能搞定 五年的时间跌了有一万多 你说它香不香 哈哈哈哈 另外苹果的messbook一共分为两个系列 对性能要求高的就选pro系列 如果只是简单的休闲办公就选一二系列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适合吃鸡打游戏 因为苹果的电脑主打的是休闲办公 这是一期款的pro一位设计是要的 搭载3.5hz i7双合处理器是3.3英寸屏幕16加512大内存 性能非常强悍 曾经售价1万多 如今45k就能搞定 整机用来画图剪视频都是很丝滑的 还有一位东莞的老板 要的两台一样 给员工办公用的 这台是15款的 搭载1.6hz i5处理器4加128内存 13-3英寸屏幕 电池循环234平时还可以 这台是一月款的8接228内存 电池循环138次 怪怪挺新的 用起来也不会卡 两台电脑53搞定 信价比很高 这是2020款的一样 搭载吊炸天的m1处理器8256大内存 电池循环才16次国航再保200多天 13-3英寸屏幕 品质非常棒 外观也很新 只有轻微的使用痕迹 官网全新机要七八千 这里便宜两k多 还有这个18款的麦克米尼 全新港版8接28内存 当初发售价六七千 如今直接是对半坎 电脑拿完了 让老板包装一下 再送几套原装充电器 nice 然后去拿ipad 这是129银村的pro2020款的 大贼一tb 大内存 官网全新机要一万多 这种官换全新的再保两三百天 六十多张就能搞定 性价比很高 这台是于我插六零八款很新 很漂亮 搭载110808和处理器和骁龙865性能差不多 12接128大内存 性能很强悍 是回收一位小姐姐的 还有这台三星s205级版 也是回收的 国航12加128大内存 性能挺强的 6 2英寸屏幕 显然效果也很棒 最后我们给电脑装下双系统 没问题 就给大哥带走了 耳机的话 洛达156m芯片的二代耳机 已经称霸式很久了 品质比较稳定 三代最好用的是这个156a芯片的公牛版 将在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